好的,我們開始 歡迎大家今天來這個 Catherine Part 2的Demo Lecture 和Information Seminar 我就是Catherine Part 2的Trainer 我叫Candy Fleung 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在這裡教授就是Part-Time 我正職基本上都是 在一些金融機構、銀行、保険公司 做Wisks Management 做了超過16年 之前在保険公司做過Chip-Rest Officer 在一些銀行做過Market-Rest Head Qualification、FRM 我是2001年取得的 之後2002年取得CFA 然後2003年取得ACCA 另外有幾個Master Degree 就是這幾個TOPICS 我是2007年開始 基本上就是在Catherine 開始教這個FRM 就教了12年左右 OK? 這裡講到就是教了幾個HRest 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背景 今天我們要到一個 就是安排的 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由我去負責 主要就是首先 講一講 簡單的FRM 一些Curriculum 還有有什麼特別 然後就會是一個Demo Lectures Demo Lectures 不是說有什麼想教的 因為是時間問題 其實是 就是Demonstrate 我們上課的形式 OK? 我們今天都選了TOPICS 就是Credit Week的TOPICS 第二部分 一會兒我同事的Christy 負責 他主要會講一下Catherine 有什麼的解決 就可以幫大家去考 這個FRM的考試 OK? 完了之後 就有個Q&A的Sessions 首先就講一講 FRM的基本的Information 如果要拿到FRM這個Destination 其實有兩個Requirements 第一個就要通過考試 就是Examination的Requirements 第二個就是Working Experience 考試來講 分兩部分 就是Part 1和Part 2的考試 OK? 當然 大部份人都是會考完Part 1之後 然後才考Part 2的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過了Part 1之後 你必須在四年內 過了Part 2 OK? 否則你就要重新考到Part 1的 那也有些同學 會嘗試Part 1和Part 2一起考 即是同一天 上次考Part 1 下次考Part 2 那你也要留意 如果你同一天一起考 他會先改你Part 1的卷 那Part 1的卷 是過了 他才會改你Part 2的卷 OK? 即是說如果你Part 1的卷 改完之後你都不合格 他就不會改你Part 2 直接就飛到Part 2 OK? 那這個你都要留意 那 那 除了要PASS 2個Part的Exam 亦都是有一些Working Experience 的Requirements 那就要求你有兩年的 Related Working Experience 那Related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你的Job Title 或者你有Risk這個字 或者你的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裡面做 就不是這個意思的 他是會看你的Job Nature OK? 那如果你的Job Nature 如果你的Job Nature 跟Risk Management有關 那都會是靠的 那我只是舉個例子 譬如銀行 會有一些 Relationship Managers 那他主要是一些 就是客戶經理 那他最前線 去管理到客戶的Credit Risk 那雖然他的Title沒有Risk 那這些工作都會靠的 就是這樣 其實就挺闊 那 這個兩年經驗 他就沒有限制你什麼時候獲得的 那就是你可以 開始考在法院之前獲得 或者考考的時候 累積的兩年 或者考完去累積的兩年 或者考完去累積的兩年經驗 都可以的 總之你整輩人 總之有這兩年經驗就可以了 那但是你留意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是考完 那兩個Part的考試之後 都沒有到兩年經驗呢 那你就需要在五年之內 拿足到兩年經驗 然後就是 調查作為的FLM 那如果不是 你就要重新考個考試的 OK 那所以首先就是 你考完Part 1、Part 2考試 然後再加上兩年經驗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FLM的Destination OK 所以概念上是這樣 OK 那考試到一個Topics 我們今天有Part 2 那主要講講Part 2 那基本上Part 2有五個Topics 那如果你做了Part 1的時候 你就知道呢 Financial Risk有很多重 那最大的三種就是 Market,Credit和Operation Risk 那Credit Risk 我們今天都會講一講 那它們每個佔25%的 那然後呢 除了這三個Topics之外 還有兩個Topics 其中一個就是 Risk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的 那頭三個Topics呢 其實就是比較Focus 就是從一些銀行 或者是Commercial Bank的角度的 OK 就是一些普通商業銀行 它們面對這三種Risk 他們如何管理 OK 那我們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呢 除了是 就是我們就講 Financial Institution 如何管理 那Financial Institution 除了銀行之外 還有其他的金融機構 包括什麼呢 可能保險公司 或者基金公司 那這些公司呢 他們的業務 跟Commercial Bank有些不同的 他們的業務主要 是比較以投資為主的 就是基金公司當然是 你買了基金 他拿你的錢去投資 那本公司也是的 其實他收了你的保費 他會拿保費去投資的 OK 所以這些 即是金融機構呢 它是比較 就是那個業務 集中在Investment 所以它的風險和併置 一些Commercial Bank 會有些不同的 普通Commercial Bank 他們的業務主要是 集中在存款貸款 OK 所以它有一個特別的項目 就是 Investment 相關的 risk management 這個項目佔15% 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 Current Issue and Financial Market 這個項目 基本上就是 它會拿最近一些 跟Risk相關的 即articles 或者report 作為考試Service 譬如說 今年它就會拿一些 譬如說 Cyber risk 譬如說 比特幣 這些拿來作為 考試的項目 這樣 OK 這個佔10% OK 那 part 2 基本上 會有80個 question 全部都是MC 這裡隔離子 按個比例 就是每個 topic 有幾個題目 這樣 OK 這裡是一個part 1、part 2的對比 其實part 2考試的形式 都是用multiple choice 大家都是考四個小時 你會看到part 2的題目是少些的 part 2是四個小時有80條 part 1是100條 應該是三分鐘一條 那為什麼它少些少些 意思是每一條的題目 你的時間多些 四個小時 有80條題目 應該是大約三分鐘一條 OK 那時間多些呢 因為 其實它就是那個 Cyber risk 的題目 跟part 1有少許不同 part 1 基本上 就是考慮一些基本的概念 即是說 一些financial instrument 即是一些 例如options 你明明它的mechanism 是怎樣 或者一些concept 一些基本的financial theory 那它是 即是考慮是否明不明白 那個theory 或者是那個instrument 就未是好 考慮如何apply去做manage risk 的 所以它又是相對簡單一些 但是到part 2 就開始 就是考慮如何implement 你在part 1學到的一些concept 去solve一些 即是real world risk management的case 譬如有些題目 它會假設你的銀行的trivis officer 那它就跟你說 某一天 早上可能 人民銀行 它會定個中間價 或人民幣的 那突然間 它的定價 就是貶值了很多 那它就假設你的trivis officer 然後說 你的銀行有什麼貸款 你的客戶有什麼類型 有什麼investment 那在這個back line之下 它就會叫你分析一下 這個這樣的人民幣 突然間變成很多 對你的風險的影響 OK 所以比較practical 好像你在做一個risk manager 的時候 怎麼解決這些issues 就不是再考一個basic concept 所以很多時候的題目 開頭都有一個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一個back walk 或者一個mini case 好像case study 那樣 所以它會多些時間 給你去看這個case 所以通常每一條時間 就拋入坑會多些 OK 所以這要講 是more like一個case study OK 然後另外一個 你們可能很關心的 就是gobal passing rate 那 part 2 一般來說 大約都是五十幾個百分比 那 那 part 1 通常會低一點 就是四十幾百分比 那 因為通常 那些同學都是考完part 1 試考part 2 所以考得part 2的學生 他的knowledge 已經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了 那所以通常 part 2會高一點 OK 那這個就是exam 3的情況 那基本上 就是for the information 我不講太多了 基本上 如果假設你是part 1已經考了 你就不用再給那個emurant fee 那如果你要給個exam 3 那基本上 就要留意按了時間的 那 那在早報的時候 就是7月31日之前 就是最便宜三百五十塊 那到 過三月31日了 而在8月31日之前 就是貴少少 四百七十五 那最後呢 就不能超過十月十五號報的 OK 那最後在那個階段報 就貴一點六百五十塊 這樣 OK 那這只是for the information OK 那我們簡單講過 FYM的一個 Citivus的情況 那我們跟著做過demon lectures 那剛才我們講過 就是financial risk有三大類 那 那我們就選擇其中一個 就是credit risk來講一講 OK 那credit risk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 那些金融機構 其實他們做到交易 他有一個outside entity 作為他的交易對手的 那很簡單 如果他買了一個匯豐發行的債券 那他的交易對手就是匯豐 就是匯豐賣了這個債券給他 那他做了一些交易之後呢 那個outside entity 就是他的交易對手呢 對他來說會有一個economic obligation 就是一個責任 那簡單來說呢 你給錢向匯豐買了他的債券 那匯豐將來就有一個責任 就是按期會給你利息 還有最後會給你本金 這樣 這個是他的obligations 那我們credit risk就是 就是說呢 有一個風險就是 將來呢 那個對手呢 就履行不到這個責任了 就是譬如說 匯豐可能經營不善 執了 那他就還不到利息和本金給我們 那我們就有損失 那這些這樣的風險呢 我們就叫credit risk 那credit risk有很多種 第一就是 default的帶來損失 default的意思就是 到期要給錢 我們就給不到 譬如到期給利息 或者給本金給不到 或者是一些change in credit events 譬如說 你買了匯豐債券 本來他是一個A的rating的 未到期他會給錢我 那但是呢 今天可能 S&P將他的rating 由A downgrade 到3個B 那downgrade的時候 代表他將來還到錢的機會少了 那那個bond price會會立即跌的 那即使他未到期 要給錢你 不是他給不到 但是你downgrade了你都會有個損失 OK 那我們如果是 投資的時候 牽涉什麼的securities 是會導致有這個credit risk呢 那最簡單就是 就是剛才說了 可能我們買了別人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政府發行的debt 或者債券 那剛才說過了 是不是到期他給不到錢 我們就損失了 那另外呢 有時候呢 就是我們買了一些credit derivatives 那舉例呢 譬如我們有些叫做 是credit的defort swap 那 那簡稱我們叫cds 那這件事做什麼呢 就是譬如我們有個A的投資者 那他就買了 100個million的匯豐的債券 OK 那當然他面對風險就是匯豐是default 那他有機會有損失 那他想減少這個風險 或者對沖這個風險 那怎麼辦呢 那他找另外一個人叫B 那大家就簽了一個合同 就是說 A譬如每年就給5%的利息 按到100個million就給B 然後B就給他保障 就是如果匯豐的債券是default了的 那B就會賠回A 賠回他的損失 OK 所以他compensate 然後匯豐是default的 OK 那A和B做這樣的transaction 或者這個contract 我們叫做cds OK 那我們要留意就是說 我們從B的角度呢 現在呢 如果匯豐是default 其實他就會有損失 因為他會賠回A 所以B就take了 是匯豐的credit risk的 OK 那你留意B 是沒有買過匯豐的任何債券 但是他做了這個cds transaction 他就take了匯豐的credit risk OK 那這個就是我這裡說的credit derivative的意思 做這些transaction 他都會take了你的credit risk 還有一些再複雜些 就是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s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好像以前痴案那樣 那有些公司就向銀行買了些 比較差的按揭貸款 那就是package了那些product 再買給投資者 那投資者買了那些product 其實他間接就take了一些 按揭貸款的credit risk 那這個我不說太多了 將來你讀的時候會了解一點 OK 那我們知道什麼credit risk 有什麼途徑會take了這些credit risk 那next question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衡量某間公司 它的credit risk大不大呢 那就有些方法的 一個比較簡單方法 我們可以看capital structure 就是資金的結構是怎樣 那我們就可以start from 一個accounting 一個基本的barnship 這個equation 這個equation就是access 即他的資產是等於equity equity就是公司股東給的資金 再加上liability 即是他的負債 那就 你還沒學carte accounting 都沒問題的 這很簡單的 舉例 如果公司現在是有 一百元的資產的 OK 那他有錢 他才有一百元買的資產 那如果股東最初是給了十元的資金出來 OK 那公司只有十元而已 是不是 他怎樣去買一百元的資產呢 那很明顯就是 那公司其實是 他向外借九十元回來 向其他人 那加上股東的十元的資金 就有一百元買的資產 那這個equation就是講這件事 那這個我們叫barnship equation 就是access等於debt加equity 那liability有時候叫debt 那我們就可以計些ratials 那譬如最簡單 我們叫equity ratio 那它就是equity over access 那譬如這個例子 equity就是十 那 x是一百 那它就是十個percent的ratials OK 那我們有時候可以計個leverage ratio 就調轉 就是access over equity 那這個就是一百除十 OK 那這個ratials就是十倍 OK 那有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個leverage ratio 高低呢 就大概知道呢 這間公司的default 或者credit risk是幾大 那我舉個例子 如果那個公司 現在的equity和liability 不是十和九十的 假設它都是一百元的資產 那它的equity和liability 都各自都是五十 那你再計個ratials呢 在equity ratio的時候呢 現在的equity就是五十了 OK 那資產一百就變成五十 OK 那然後呢 就是一個leverage ratio 現在就變成一百 除回equity五十 現在就變成兩倍 OK 那 如果我們把紅色和藍色的情況比較 其實你會知道呢 紅色那個呢 credit risk應該是大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負債水平高一點的 兩個情況呢 它的資產都是一百元 但是紅色的情況呢 它是欠人家九十元那麼多的 藍色那個呢 它自己欠人家五十元而已 對不對 那理論上負債高一點 你的credit risk 就是還到錢的機會就大一點 那所以紅色的情況呢 它的credit risk是大一點的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如果紅色大一點 就是說我們計這個 這樣的equity ratio 計出來 如果這個數字是小一點 就代表它的credit risk 就會大一點 OK 那所以這個racio呢 是越小的時候呢 就代表credit risk呢 就是越大的 OK 那 那反過來 那個lash rate ratio呢 我們看到紅色的數字呢 是大一點的 那所以這個racio計出來 就反過來 就是racio越大呢 就代表credit risk是越大的 OK 那所以我們可以 就是通過這些簡單的 就是branching的數字 解釋的ratio的高低 就可以看到 這家公司的credit risk 的一個大概的 是大還是小的情況 OK 那 那 除了我們看公司的capital ratio 或者capital structure之外 那有時候我們的credit risk呢 也取決於呢 我們買 譬如我們買你的blog 或者debt的時候 的一些characteristics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關於我們買進來 你的債的時候呢 所謂叫seniorities 就是優先的次序 order appointment 那這個說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譬如你買了匯豐房的債券 那如果將來匯豐呢 就是撿了一粒的 OK 那會怎樣處理呢 那當然通常會是 就是委任一個法庭管理 委任一個清盤官 那將匯豐還有的資產呢 就賣光它 然後賣光它之後的錢呢 就要按一個既定的order來分的 那首先通常的錢呢 就會還給政府的欠債 和還給清盤人的費用 那還有譬呢 就會分給其他債權人 那有時候呢 這些debt就會分呢 所謂senior的debt 和subordinary的debt 的 OK 那意思就是說呢 將資產賣光了 拿到的錢 還給政府 和給了清盤人 然後還有證 呢 先會給了senior的debt holder 先 還了senior的debt holder 還有錢 就給了subordinary的debt holder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兩個比較呢 senior的debt holder 那個風險就會細一點 因為它收錢 就是早些收得到的 OK 所以其中一個 影響credit risk的情況 就是你買回來的seniority 是senior debt 還是subordinary debt senior debt的credit risk就會細一點 OK 那另外有時候還有一些複雜一點的 就是說呢 就是preferred stock convertable bond 和payment in kind 那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說 剛才我講過呢 就是說 賣了資產 拿回來的錢 給了政府和清盤人之後 還有錢剩下 還回這些debt holder senior或者subordinary 還給這些debt holder 還有錢剩下 就會給什麼呢 就會給一些 譬如preferred shares的holders 或者convertible bond的holders 那再有錢剩下 就最後才給股東的 OK 所以呢 相對地 如果你買的preferred stock 而不是買這些senior 或者supporting debt 你收錢的order 又是再厚一點的了 所以你的credit risk就會再大一點 OK 另外呢 就是 除了seniority之外 我們也有時候 看外借給別人的錢 是屬於secure還是unsecure的 那secure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那個債仔 它有個資產 是指定是用來還給你一個債的 到時候呢 如果它是破產 還不到呢 你就可以拿了資產 優先還回你的債線 OK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現在 有一家公司 那它呢 就有三個資產的 就是X Y 和Z 那X的資產值20元 Y值30 Z值40 那然後呢 它就有三個債權人 就是它欠三元的錢的 就是crediters 那三元呢 我叫ABC ABC 那各自呢 都是欠它四十元的 現在 OK 那如果這家公司呢 是收拾了的時候 OK 那 而 ABC 都好 它們買的都是一些 unsecured 的obligations 就是沒有任何的資產 做過抵押的 那它怎麼做呢 那 就會將 公司拿三個資產 XYZ 賣光它 那總共拿幾千 20 加30 加40 就是總共賣到的錢 然後呢 就會是按到一個 欠這些三個credit 的錢呢 按比例分 那現在的情況呢 因為三個人 我們都要欠他四十元 是不是 那就是他們每個人 都佔三分一 的債權 那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是拿到 這個 加起來的九十元 除三個人 是拿到三十元的 那由於這些人 原本呢 是借了四十元 給那間公司的 最後拿回三十元 是不是 那就是 它有損失就是十元的 OK 那如果secured 那個application 怎樣呢 假設呢 我們現在的credit 是A的 那它借不債的時候呢 就是 一個secured obligation 當公司呢 將這個 2Z的資產呢 就是secure 它這個debt 就是作為一個 好像抵押品那樣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就是因為它 secured obligation 那所以當這間公司 破產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跟A 不會跟B 和C 評分到資產的價值的 它是會優先 拿回2Z的資產 去還它不債先的 OK 那由於2Z是值四十元 是不是 那它呢 就是買了之後 拿了四十元 就還它 原本公司欠A這個四十元的債 所以它是 收回所有錢的 沒有損失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losses的 OK 所以從這個例子 我們看到呢 如果我們是一些secured application 其實呢 我們呢 就是面對credit risk 帶來的損失是會小一點的 因為我們的資產呢 保障我們 OK 另外這裡有些terms 這個就是我們做貸款的時候呢 有些叫我們會有個contracts 叫做credit contracts 有時候有些drawbacks的 我簡單講一講 第一個叫做 symmetric information 那就是說 當你銀行去批評 貸款給客人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information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客人本身的 就是信用的情況 財務的狀況 那麼在這個information裡面呢 那個客人的information呢 會多過一個銀行的 因為客人當然對自己的狀況 是了解多個銀行 了解他對不對 那麼這個叫 symmetric information 那另外有時候呢 這個principal agent problem 就是說呢 啊 現在少一些 以前有些銀行呢 它是前線去批貸款的那些stuff呢 其實呢 它又是 會是一些所謂 就是marketing的stuff來的 就是有sales的target 要做多少貸款的 OK 那麼有機會呢 可能是月未不夠數 那麼它呢 有些差的客人 原本不應該批給他了 那麼他呢 因為為了到sales的target 他照批 OK 那麼這些面對呢 我叫principal agent problem principal就是當銀行 agent 但是當一個stuff來的 那你說miss drifting了 就是說 啊 譬如客人呢 有個project要做的 一百萬 那麼他呢 他呢 原本呢 有百萬的project 他自己給了錢 那個risk就是自己承擔了 如果他是 現在不是自己用了一百萬 他是其中五十萬 是借銀行 借錢回來 自己出五十萬 那麼現在呢 整個project呢 有部份的risk呢 就shift了給銀行 因為那個project fail的時候呢 可能他還到不借給銀行 損失就銀行承擔了 OK 那麼這個時候呢 牽涉了一些叫moral hazard problem 這個說什麼呢 moral hazard就是說 可能 銀行批了貸款給這間公司之後呢 譬如說 原本這間公司借錢的時候 就告訴銀行 我這筆錢呢 是用來買機器擴充我的廠房的 機器生產線這樣 那麼moral hazard problem 就是說呢 他貸款到手之後呢 可能他的錢呢 就不是拿來去擴充生產線了 拿了個澳門賭錢 那麼 whatever 這個叫moral hazard problem adverse selection就是說呢 剛才說過了 銀行呢 可能呢 不了解個客人的財務狀況 因為有個 asymmetric information 那麼 那麼理論上 原本呢 那個客人風險大些 他應該charge 客人大些 那個利率的高些 去補償他的風險 那麼如果 那些客戶分不到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他就唯有呢 每個客戶呢 都charge一個平均的一個利息 那麼charge 平均的利息 那麼他就要借錢 我的財務狀況這麼好 你應該charge我低的利息 那你現在charge 平均的利息 那他就要借錢 那些好的客戶呢 就調轉了 對嗎 我的財務狀況這麼好 你應該charge我低的利息 那你現在charge 平均的利息 那他就不借了 那麽呢 那麽呢 這個情況呢 要吸引你借錢 都是一些差的客戶 就是這樣 OK Externality 就是說 如果有些大客戶呢 可能他定的利息 會影響市場的利息 借貸利息 Collification Problem 就是說 當 某個公司是可能 倒閉了一粒的時候 那那些債權人 是否可以 一齊同心協議去追呢 還是各自分散呢 OK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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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我們講到這裏 就是講什麽呢 就是說 我們剛才 有一些比較 就是 general 的概念 可以大約知道 他的 credit risk 高低 就是我們計算一些 equity 的 ratio 或者看過Devra Mazzini 那麽樣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想呢 是比較 quantitative 去計算一下 譬如我借了貸款 我平均的損失有幾多 那麽我們怎麽計呢 那麽我們現在呢 主要呢 就計到一個 default 帶來的損失 OK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 其實我們有 很多個情況 帶來的 一個 credit risk 的 那麽其中一個 loss from default 那麽我現在先計到 default 帶來 loss 那個 平均的損失是幾多 那麽我們首先呢 要計三個數的 那麽第一個數是什麽呢 第一個數呢 我叫做 probability default 就是 default 出現到的機會率 OK 那麽我們 要計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就要是 就是 Depend 所有的東西 包括就是說 我要講它幾內之 即是什麽時段之內 default 的機會率 即是一年 或者兩年 那麽這樣 那麽通常這個 time 就會用一年 那麽 那麽又呢 就是我們什麽時候 去測試這個 default 的機會率 OK 那麽譬如說 如果你的經濟好的 情況之下 那麽當然 那些公司做生意 一些 那default機會會小些 你計出來的 PD 就會小些 那麽 那麽如果你是 讀那個 part 1 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將它 default 的時間 作為一個 random variable OK 去計的 那你 part 1 的時候呢 有一個叫做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的 OK 是 topic 2 的時候 那麽它就模特兒一個時間 那麽 譬如是我們模特兒 譬如你家店舖 那你下一個客人進來 多久之後會進來呢 可能是一秒鐘 可能是三分鐘 可能是半個小時 那麽這個是 random variable 那麽這個時間 那麽我們都可以利用來 然後呢 模特兒那個 default time 就是這間公司幾時會 default 一年之後 一年之後 一年半之後 三個月之後 那麽這樣 那麽第二個 我們要計算數值呢 就是一個叫 exposure default 即是說 default 的時候 那個客人呢 總共欠了多少錢 OK 或者是最多 我們可以損失多少 那麽當然 這個如果是貸款 就不用怎麽計的 基本上跟本金差不多 他借了八萬的時候 他 default 我最多就損失八萬 是不是 可能加少了利息 那麽但是呢 我們除了貸款之外 有時呢 我們有一些 就是 derivative 即是衍生工具 那麽這些要計算過 exposure default 比較難 那麽譬如說 我買了 J.P. Morgan issue 的一個 騰訊的 call warrant OK 那麽理論上 如果是 將來騰訊升很多時候 那個 call warrant 會有很多錢的 那麽J.P. Morgan 給我啦 那麽如果 那麽如果 將來J.P. Morgan 倒閉了呢 那麽我原本 應該收到這個錢 那麽我便收不到 那麽這個是J.P. Morgan 倒閉了 理合不到責任 大力的損失都是屬於 credit risk的 那麽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麽我要計這個 exposure default 那麽J.P. Morgan default 那麽我算是多少錢呢 就比較困難 因爲這個是default 將來騰訊的股 是怎麽走的 如果騰訊升很多 這個 call warrant 就會值很多錢 那麽當時 J.P. Morgan default 那麽我算是很大 OK 那麽如果騰訊是跌 可能跌到 call warrant 一元都沒有 value 即是沒有 value 那麽基本上 那 default 都不會有什麽損失 那麽所以這些 derivative 你計算過EAD 就會困難些 OK 那麽第三 就是叫 lost given default 即是說他 default 了的時候 那麽剛才說我們這些 即是他欠了多少錢 那麽我未必損失整個錢 爲什麽呢 剛才說過 因爲如果交易對手 default的時候 我會將他的資產 賣掉他 OK 那麽有個 order分的 那麽還給政府 之後到債權人 那債權會分那些錢 OK 那麽我舉例 譬如說 當他 default的時候 他欠了100元的 那麽由將公司的資產 賣掉之後 最後我是分到多少呢 分到30元 recover 30元 那麽意思是 我選出了其中的70元 那70元 那指哪有100元的70% 那麽所以這個 Lost given default 我們就70% 那麽意思 OK 那麽呢 那麽當然這個 Lost given default 高低 depends on 那些 factors 包括什麼呢 seniority 剛才說過了 如果senior debt 你收錢是收得先些的 那麽所以你的Lost given default 就會細些 或者是 Depends on你賣出去的 資產的value 如果 你賣出去的資產 價值高些 那麽你會多些錢 是還給債權人 那麽那些債權人 收到的錢都會多些 Lost given default 就會少些 最後就是經濟情況 基本上就是說 經濟好景的時候 你把資產賣出去 買了多些錢 那麽你就是 會多些錢 分回到creditors 那麽你損失都會少些 OK 那麽我計了三個數了 就是那個 Default的Probability PD 這個exposure default EAD 和Lost given default LGD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三個數 成為它 成為我們的expected loss 就是借這筆貸款出去 平均來說 我會損失多少錢 OK 那麽這個數月大 那這個creditors 就會大些 那麽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借出去的貸款 是 100個million 那EAD 就100個million Default機率是2% PD是2% LGD是50% 那你成了出來的意思 結果就是100萬 那這麽意思呢 就是 首先我們的exposure default 就是100個million 那麽就是 客人欠我100個million 那麽我可以想像成為 我好像借了100個 1個million的貸款 給這類客人 那麽就是把100個million 打散它 打散作為100個 1個million的貸款 OK 那我有一百個 這些loans OK 所以這裏說的 EAD 是等於100個million的意思 那麽然後呢 這100個貸款裏面 因為我的PD 是2% 那麽 那一百個裏面 有兩個會default 那麽所以呢 我們這兩個是會有default的 OK 那default的時候會選擇多少呢 那我們的LGD呢 就是50% 那麽 那麽 那麽就是當default的時候呢 那個貸款呢 我會選擇一半的 那麽所以第一個貸款 100萬的 就是本金 我會選擇0.5mm 那麽 第二個一樣 100萬的本金 我會選擇50% 就是0.5mm 那麽 那麽所以兩個加上 那麽整個數字呢 就是我expective loss 1mm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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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便說到這麽 那麽 那麽基本上都是dermonstrate 我上課的認識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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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